好 近期其實大家看到 聊到TOYOTA都會講到GR 而且是很多性能車迷們 一直熱烈討論的話題 不過近期在網路上聲量 絕對沒有一台車 比他還要更厲害的 真的是在所有的社群媒體瘋傳 那就是奧迪的TTRS 正結帶我們來看一下 講到奧迪的TTRS 之前總代理其實進來的是TT 但是RS算是他們第一次是總代理 是小改款後才引進嘛對不對 以前都是你要買可能要外匯商 對不對貿易商引進 沒錯 這車我剛剛坐在那邊一直看 我就覺得很好玩 這個世界真的是隨時都瞬息萬變 以前覺得MASTA 是年輕人想炫的車子 然後TT是比較事業有成 成熟穩重一點的車子 結果現在這兩台就擺在這邊 MASTA MX-5 它的流光晶配色看起來是典雅的 結果TT反而變成一個青蘋果綠色 非常吸睛 當然啦他是RS 所以他跟一般TT版本一定做出 一定的設定上的差異 但是從這個部分的構想 我也想到很好玩 在以前大概90年代中後期的時候 我們知道那個時候開始出現了很多的 小跑車 小跑車在那個時代我覺得應該算是 最後最後的盛世了 之後就越來越消沉了 那在那個時候呢 TT出現了 賓士有SLK B&W Z3 到後來變Z4 在這三台車來講呢 那個時候一開始一二二B 我們都會說 像B&W Z3 Z4就是比較駕駛者的車子 SLK呢 就是可能是像是 就是喜歡車 然後喜歡開棚樂趣的人 紳士開的車子 但TT在那個時候呢 我們都常常說 這比較像是貴婦車 或者是像是什麼髮型設計師啊 還是服裝設計師開的車 挺胃的人士 但是呢 一旦轉化過了二十幾年到現在 你現在看SLK到哪去了 不見了 Z4沒有M 它最高就到M40i 對不對 結果TT反而留下了RS 而且還是這麼兇悍的樣子 反而從一個比較溫和的車子 一個有設計感的車子 過了三代變成一台兇悍 超級MAN的車子 我覺得這就很有趣 那在這台車上來講呢 它跟一般版本的TT 我們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外觀 它把能改動的都改動 就是很多RS的專屬套件 是 它的RS專屬套件呢 從車頭看 甚至我覺得帶點那個R8感 Audi最頂尖的R8超跑的 還真的有人會認錯 有些女生啊 因為就是女生的印象當中只有TT 就會可能看到R8 你怎麼開一台比較大的TT 對 但是他們是同一個家族 又是同樣都是跑車 當然彼此之間 設計上一定會有一定的連貫性 所以其實像它跟一般版本 TT比起來呢 它亮黑色的下氣吧 它就整個讓它盡量的貼地 看起來更有吞噬露面的感覺 那走到車側來講呢 扣除掉這個 我們剛剛已經提過了 非常搶眼的顏色以外 它的圈20吋 當然 一定要 這種性能 它的動力是400匹 48.9公斤米 它雖然放上的是 EA855這一顆引擎 不過它已經進化過 在消改以後 它變成EA855的EMO EBO 所以改成鋁合金的鋼體以後呢 它現在動力又來得更加的澎湃 對 因為輕量化了嘛 再加上很多就是車身 包括其他結構 也有鋁合金的輕量化 車重整個都壓低下來了 對這種車來講 車重很重要 而且你看它一樣也有暴龜 對 其實TT的設計 它從第一代開始 它就呈現這個暴龜的這個 因為我最近有試到 像那個Golf R 然後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Volkswagen R家族 就稍微內斂一點 就暴龜的感覺 就沒有像其他 比如RS 它的暴龜的 那個感覺還要再強烈 等級還是有一點差異 一定要做出來 在集團上來講 總不能潛越到老大哥上面去 是 沒錯 沒錯 那二十歲的女軒 你可以看到 它裡面的RS專屬的煞車套件 它也把煞車碟放大 卡線也加大了 加大 看起來兇很多 雖然沒有塞到滿 但是留一點空間給你改裝 也不是壞人 有升級的空間 那車側部分呢 當然延續前面的像後照鏡 它也用亮黑色的烤漆的處理方式 當然我覺得TT最大的識別就在這裡 它的C柱跟B柱 它是整個像一個圓帽子一樣的 滑順的往後延伸 就是在駕駛者的頭後面 馬上就開始 最高點基本上是你的頭上 駕駛人的頭上面 對 之後就往下修 但他完全不留給後面的人 一個頭頂的空間 你不給我媽媽坐進去 好 等一下我會講到這個部分 所以呢 其實你看到第三代TT 你會跟第二代TT 第一代TT 你都可以做出臉想 第一代TT是一個非常成功的設計產品 我必須講 在操控上也許不是當代最厲害的 但是在設計上 我認為無人能出其用 當然他一定會致敬 畢竟這麼重要的產品 他繼續到車尾的部分 其實因為這台是RS 所以多了這支大尾翼 這個尾翼是不可調的 他固定式的 如果他沒有 就是一般版本的TT的話 你就會發現他的C柱 到他的車尾 還是延續了之前的經典的設計 對 然後所以到後面來講呢 一樣他是RS 所以像是 兩支雙出的 硕大的排氣 對 那Diffuse的設計也好漂亮 是的 這就是證明了 你被抄過去以後 你不要覺得自己很冤枉 因為這終究是一台TTRS 不是一般的TT 對 沒錯 而且最強五缸 是 1A855對不對 那這一台車呢 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個地方 蠻讓人訝異的 就是行李箱的部分 雖然很多人可能會說 買這個車幹嘛管行李箱 對 但是 但是其實他行李箱有305公升 這樣就有305公升 這樣真的很 我覺得你打開我其實有嚇到 怎麼會一台跑車有這麼大的行李 而且他是性能跑車 怎麼會這樣 而且他的設定還是Fastback 所以你放東西更方便 然後後座 他輕鬆的從這邊就可以放倒 如果兩邊都放倒以後 其實可以放得下 幾乎快要兩組的高爾夫球 對 所以我其實是兩個人對不對 然後我就是兩組高爾夫球具 然後也相距的就有實用性 甚至於你要出有三天兩夜的行李 其實放在裡面 一定放得下 都非常足夠 這也是因為 因為他的其實軸距是2米5嘛 那車長大概4米2左右 是 這樣子的一個車長 然後加上這樣的軸距的配置的話 不只是在彎道以後 有很好的表現之外 他還兼具了實用性 日常使用性也不錯 剛剛艾達有跟我們講 如果退休夫婦的話 其實開著這個車 去油三碗水 好像也很浪人羨慕 那你把MX5放哪裡 MX5喔 他沒有行李可以放 所以就放在行李那邊 對 了解 但是他這個車就沒有電動尾門 什麼東西都想要有 剛剛都講了 輕量化 還給你電動尾門 這樣就本末倒置了 對不對 沒錯 然後到這邊來的話 其實可能不容易看到 就是另外一面這邊 這也是TT的一個經典設計 這個地方 鋁合金的油箱蓋 對 這也是從第一代TT 就給消費者一個很強烈的一個印象 OK 所以其實鄭姐你說到在外觀的部分 即使是TTRS 那我們現在是熟知的 這個新世代的TT 都保留了第一代 有很多的經典元素 那在車內呢 是不是我們車內也帶大家來看一下 好啊 進去看 怪魚你坐進車裡 你有沒有覺得哪邊好像少了什麼 怪怪的 對 因為呢 我不能適應的是 怎麼會沒有一個那個資訊幕 對 怎麼跟螢幕去哪了 現在不是螢幕越做越多 越做越大 他怎麼沒有了 對 我覺得他這個設計是很棒的 怎麼說 我其實很不喜歡坐到車裡面 好像走進燦坤一樣 我又不是來買電視的 幹嘛整車上面都是螢幕呢 你身體裡面住了一個老靈魂 對 我其實是 這個車的介面設定 我覺得其實才是大家應該要遵循的方向 但其實事與願違啦 並不是我講的那樣子 因為他 我的前方有一個12.3吋的螢幕 對不對 對 他當然負責的是儀表的功能 是啊 這不就很正常嗎 是的 一般的所有儀表不是這樣 但他為了延續剛剛講的 跟外型一樣 他要延續他 從第一代開始的那種簡戀的那種跑車的感覺 那他要怎麼做呢 他就把所有的功能都做在前面的螢幕裡面 所有 包括我可能要導航 甚至於我要倒車的時候 一般都是在中央精訊幕有那個倒車協議 倒車來講的話 我示範給你看 他直接畫面是出現在中間的 他在輸費儀表裡 是的 好特別喔 所以其實一個螢幕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為什麼要兩個呢 這就是我常常在懷疑的事情 這樣說也對 對啊 而且這樣整個Layout是不是看起來就很清爽 對 然後那個設計感覺就非常的強烈 而且他比較特別的是你看 他三環的這樣子的一個出風口 對 中間他其實還有一個螢幕 這就是我說 有三個小螢幕 很有巧思的地方 他整個恆溫空調 他就設定他的介面 就在中間的這三個 你要調風量 你要調溫度 都可以這樣調 轉中間 好調整溫度高低 風量高低 或者用按下去 切換車內循環 車外循環 全部都在這三個小小的螢幕 小小的圈圈裡面就可以完成 說真的我喜歡這個設計 很棒喔 對 因為有時候啊 你的這中央資訊簿 現在不是都用觸控式的 你又開了這一台 這麼性能張狂的車 然後你這時候呢 你要一邊操控 然後一邊有安那個螢幕的時候 我覺得很容易使用 你跟人家在輸贏 你還有時間 滿身大汗 你想要調一下 你還要在那邊找找找找 不合理嘛 對 那其他呢 因為TT其實本來的設計 就是這個樣子 讓人很喜歡 那他是RS 所以像我們現在做的這一張 電動可調喔 雖然他強調盡量化 但是一樣給你電動可調 而且輸架也有電動 對 電動也有 怎麼樣輕量化 還給你BNO的影響 畢竟是快要400萬 375萬的車子 也不能真的太陽春嘛 對不對 所以豪華的配備 他也其實都上升 那整體包覆性啊 還有他整個壓紋啊 這個各方面的設定 都是RS級的水準 我覺得其他RS應該要朝這台車 方向來靠攏 對不對 但我說真的 剛剛講了 這是我們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未來不會實現 但是我們真的很喜歡他 然後像方向盤 平靶式的 下面是平底 看起來好像在開賽車一樣 更像賽車的地方呢 是他的啟動按鈕 就在這邊 然後呢 他的駕駛選擇模式 就在這邊 我覺得超棒的 就像F1一樣 因為像我 就是我朋友 他有一台RS6 我蠻常開那台車的 他的Drive mode 就是在這個地方 對 非常難按 然後他是觸控式的 對 那尤其女生有指甲好難按 不容易按到對不對 對 那你接站了 有人跟你挑釁了 你想要快一點 或是我要超車 你還要早 對啊 我覺得用這樣子 我就直接拇指滑下來 就到了 所以這樣子的一台設定 我才說很好玩的是 現在的TT 尤其是RS 變成是一台讓你 完全熱血爆發的車子 對 跟以往的概念 完全不一樣 了解 所以很好玩的是 如果你對車有興趣的話 說真的 車試試 車談是瞬息萬變的 嗯 千萬不要用以前的思維 來看現在的車子 每台車都有新的發展 然後這也是車子好玩的地方 好 那這你既然介紹的這麼好 我問你一個問題 好 400萬 你剛剛說這375萬 是的 那我們400萬以內啊 除了這台Audi的RSTT之外 對 其實你還可以選擇 是保時捷的718 718 對 這就是尷尬的地方 尷尬的地方 你要不要自打嘴巴 好 我們來看看 如果400萬啊 你自己個人會怎麼選 說真的我會很糾結 你坐在TP裡面 因為我個人不是馬力控 所以我會往保時捷靠 你是品牌控 品牌控還有啦 後區啦 後區 好 如果說觀眾朋友 你跟那個鄭傑一樣 或者是你是非鄭傑派的 我們來看看 如果400萬的話 你這兩台跑車 要怎麼樣選擇呢 請問你